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以前是干嘛的 我以前主持的是法制节目 张晓郎 主持法制节目有什么了不起的 我都拍那么多期了 早该就闹我了 社羡大哥 我知道你平时工作特别辛苦 但是我都参加节目这么多期了 难道不该拿个经验品吗 虽然我不知道你们在抢一下什么 但是我好像也应该抢一下 你们不用这么紧张 我就找杯水喝 你们这么想要拿《Talking King》的话 上微视短视频APP上的街梗大赛就可以了 你妈呢 我玩街梗大赛呢 怎么玩这个 上微视APP啊 就在微视上接梗 对 然后这样大家就 都有机会来吐槽大会 这个还行啊 这个挺好的 打开腾讯视频APP 首页搜索吐槽大会第三季 更多幕后精彩花絮 等你来看 想开心上微视 本节目有一刷哈哈 二刷哈哈三刷哈哈的 微视短视频APP 独家冠名播出 有实力 残有发言权 本节目由行业领军者 瓜子二手车直卖网 联合赞助播出 谁说婚杀照都一样 伯爵旅拍更漂亮 伯爵旅拍 特约赞助播出 做菜不用发愁 我有海天蚝油 感谢加一点就好鲜好鲜的 海天蚝油 特约赞助播出 看病找大夫 作用好大夫 本节目由靠谱医疗APP 好大夫在线 赞助播出 选择录金锁 年终更红火 感谢3800万人都在用的 专业理财APP 录金锁的大力支持 有请吐槽队长 张绍刚 各位好欢迎来到由 腾讯微视短视频APP 独家冠名的第三季吐槽大会 吐槽是一种年轻的沟通方式 我是吐槽大会的主持人张绍刚 欢迎各位带到来 这一期的主咖大家知道是谁吗 有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头衔 叫做《偶像剧女王》 她的名字叫陈乔恩 对了 出道至今演了老多老多的 经典的偶像剧 是吧 但是这些年也不知道为什么 就经常被网友诟病 说怎么这个人演什么都像偶像剧呢 对吗 这不是偶像剧女王啊 这分明就是偶像剧的霸王啊 而且有那么一句老话 说艺术来源于生活 那么霸王来源于什么样的生活呢 褪去了青色和婴儿肥 现在已经是美人的代名词 近四十岁的她完全成了冻灵女神 你可躲地宇宙 谁都爱停在说你多久 其实真实的女神是这样的 你再敢播出我杀你啊 陈乔恩 人称偶像剧女王 承包了这些年各种爆红的偶像剧 从千金百分百 王子变青蛙 命中注定我爱你 到佳琪如梦 锦绣园 以及笑傲江湖 等等等等 各种爆红的电视剧 如果说任何想红的男生 赶快打电话给我 您拨打的电话 虽然爆红 但又雷点十足 跟谁合作 都是各种绯闻满天飞 真是一场世纪大戏 旺夫韵十足 虽然这么旺夫 但还是一个人开车去吃宵夜 赶死啦 我很敢脚 我这么做就出来 女神已经年近四十岁了 但还是个圣女 你看你看 说你你还不开心了 这是第三次 也是最后一次 这就是最后一次 什么时候把对象带回家 等我有对象 你应该很好找老公啊 明天不结怎么办 不结就没办法啦 你说出女的条件出来吗 起码要长得顺眼啊 人品好啊 有责任心 有责任心 觉得这身边的女士如何 你们两个盘恋我倒还蛮放心的 来 让我们有请偶像剧女王陈乔恩 嗨 乔恩 嗨 今天的吐槽大会呢 对你来说是个很重要的日子 虽然我没有办法像道明寺那样 买一个巴黎铁塔送给你 但是我特地为了写封信 来吐槽你 希望你能明白我的心意 哈 笑天 你真的太有心了 其实 我也好想好好的了解你一下 慢着 干嘛 学习吐槽用的话 还要吐槽大会干嘛 就是笑天 你想接近她 就是因为网友说她忘夫 你想翻红而已 辞子 你会不会太幼稚了 今天能来到这里 大家都是朋友 你凭什么跟我抢 对啊 晓恩 我喜欢你 你不是结婚了吗 晓恩 你是笨蛋吗 你怎么能相信一个偶像剧男三号的话 真的需要的人是我 我呀 因为 我更想活 晓晓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你想怎样 天啊 好了 你们两个不要再为了我吵架了 你们两个 我都要 因为今天是我的吐槽大会 我是来吐槽你们两个的 那我们掌声有请 偶像剧女王陈晓恩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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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两个人陪衬之后 谁才应该出来接女神了吧 当然是老师您 谢谢 谢谢 我们马上开始 我们今天的吐槽大会 咱们就一个一个讲 比如说陈乔恩 大家觉得她是偶像剧女王 但是其实在妈妈的眼里面 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 大龄圣女 真的真的别笑 真的 大龄 你们看她 是不是很年轻很漂亮 是 保养得好 我们两个是同龄人 真的真的 陈乔恩的妈妈经常去 她在的剧组去探班 见到同组的男演员都会问 结婚了吗 有没有女朋友 你看我们家乔恩怎么样 每次都这么问 今天报告大家一个重要的消息 陈妈妈也来到了我们的现场 真的真的 看李演这些男的 一句话都没有说 而且陈青康刚才也说过 他择偶标准特别特别简单 是吧 像朱孝天一样 有责任感 像袁洪怡 有品味 有品味 像李淡一样 有才华 就是这么简单 但是 只要你长得像霍建华 前面的都当我没说过 好吧 这不是事实 一个一个介绍啊 下面一位 侯佩岑小姐 知名的女主持人对不对 参加过创造101啊 饭局的诱惑 奇葩说 大家是不是毫无印象 尽管这样 她还是被大家熟知 你说这个事情是不是很奇怪 想不通为什么 不过真的 佩岑我真的要 夸你一句 不错哦 下一位 袁洪 欢迎袁洪 袁洪跟我们节目组的关系好 上一季 不是那个二姐 张新逸来了吗 这季人家二姐夫也来 是吧 今年 袁洪有一个主演的电影叫 爱情公寓 好 没事没事 没看过 没事没事 不要内疚 没事 重要的是 张新逸看了 而且张新逸是在看了这电影之后 才发现 哎 里面有袁洪 哎呀 很惊喜 非常惊喜 哎呀 原来你这半年 真的饰演电影去了 是吧 啊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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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来吧 别跪着了 起来 对 这就是袁洪 下一位 江振宇 微表情专家 大家知道吧 微表情专家 以嘉宾的身份 上了很多很多的节目 但是依然没有红起来 在《非诚勿扰》里面 他老刁难男嘉宾 对吧 没事就分析 人家微表情 刁难男嘉宾 被孟非叫 分手大师嘛 他自己还解释 说他希望 能够用这样的方法 让男女嘉宾 在短时间内 能够更好地认识对方 正如这样 你今天的首要任务 是让我们所有人 在短时间内 更好地认识你 OK 好 好的 好 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个谁呢 没了 都说完了 哎呦 好 今年我和李淡池子 我们一块去上了一个节目 叫《向往的生活》 然后池子在那个节目里面呢 当着广大网友 就啪就来了一跤 而且站起来之后 毫发无损 搜搜接着就跑 去年我和Rock 我们两个人 因为意外呢 都受了伤 所以看到池子的表现之后 我们都很羡慕他 我羡慕他是没有受伤 Rock羡慕他是有节目伤 李淡在那个节目里面的表现 有目共睹 就是懒 是吧 一个懒字不足以概括 特别懒 李淡你这样做好准备 您受累 挪到这儿来 好不好 来说点什么 行不行 可以 来吧 让我们首先欢迎 我的懒蛋 好点游戏哦 好了好了 不要这样 你这样我出去会有幻觉 好像感觉自己挺红似的 但我自己分析了一下 跟人家真正的明星啊 还是有差距 真的 我们拿一个真正的明星举例 比如 比如 比如刘德华吧 比如刘德华 你比如刘德华坐地铁 别人看着 刘德华 你还坐地铁啊 我去坐地铁 呀 李淡 去哪啊 还是有差距 还有差距 第三季吐槽大会 延续我们的传统 请到的咖依然不大 提到的咖永远很大 过去这一年呢 发现娱乐圈的朋友们 好像都很喜欢吐槽大会 每个人见到都说 李淡你们吐槽大会太好笑了 时间长我就明白了 咱娱乐圈是真虚伟 是吧 还问我说 你们吐槽大会第三季 都请谁当主咖呀 那我既然加入娱乐圈了 自然也变得很虚伟 请您呀 没有您 我们吐槽大会第三季 没法开始 大概呢 跟四十多个明星这么说的 只有一个信了 这个呀 就是 我们平时收到那种群发的诈骗短信 对吧 都很费气 这么弱智的东西 那谁会信呢 诶 你看 是吧 他就是 总有老年人会信 总有老年人会信 所以你发给我是随便 我问一下看谁会回是吗 嗯 回到吐槽大会很开心 对吧 出去录节目 到处装孙子 干事都客客气气的 除了装孙子 还得装儿子 你看袁红 录节目多凶残 胸口血一个带的 我就在节目上 跟张欣义认了个干妈 你看他多自信 干妈是张欣义 干爹就必须得是你妈 对对对 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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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笑啊 坐 袁红好朋友 大家你看跟袁红交朋友 我是图他的名气吗 不是 我显然是贪图胡歌的名气 这样以后介绍我就可以说 袁红的好友 胡歌 李淡 啊 你看跟胡歌就 你你就产生联系 对不对 你说除了这种情况 我什么时候才能跟人家 胡歌相提并问 难道要说 娱乐圈里 没有跟陈乔恩在一起的男艺人 有胡歌和李淡吗 你也不能说我是胡说 对不对 我真没跟他在一起 我们就短信诈骗 纸片才 纸片才 朱小天 F1 无情花园当年红的时候 身边的女同学 全部 千匹盒 全是F4 你说一句他们不帅 还要挨骂 当时我就发现了都市 等到有一天我成功了 我就要当着他们四个的面 说他们不帅 今天我发现呢 我这个梦想要实现 不能光靠我一个人的成功 还得依靠他们四个人 给有人不成功 朱小天 谢谢你 你不帅 他们三个还是很帅 朱小天流行花园之后呢 这个事业不是特别顺利 这个媒体就很无聊嘛 天天说人家斐文啊 说人家胖 给朱小天整的 我看有点崩溃 真的有点崩溃 自己在微博上说 不是别人说的 自己在微博上说 感觉自己好像一坨那个 就是 散发着臭气 被苍蝇围绕着散不开 其实你即使真的是一坨那个啊 不想被苍蝇围呢 也是有办法的 朱小天后来也找到了 这个方法 就是把自己 从娱乐圈 冲走了 哇 很有素质的男艺人 哎呀 匆匆去也冲冲 但咱们还是要承认 这个艺人啊 一辈子有一个经典的作品 观众就能记住吧 你提到朱小天 你就能想到流行花园 提到陈桥 你就能想到王子变情吗 提到侯佩岑 你就能想到双结棍 很奇怪 对不对 不明白为什么 你看我们侯佩岑 很有素质 虽然被开玩笑 还没那微笑 对不对 人家家教好 从小妈妈教 听妈妈的话 很有涵养 很有涵养 不生气 不生气 你看特别可爱 你看他出去上节目也是 等谁夸谁 是吧 特别喜欢你们节目 你好棒哦 你最棒加油 爱你爱你 你们想不想看侯佩岑 跟林志玲聊天 是吧 你最棒 你更棒 加油加油 你才加油 爱你爱你爱你 侯佩岑现在也是两个孩子的母亲 刚刚生完孩子就出来工作 为什么 因为这个在墙堡中的孩子 就继承了妈妈的这个优秀的基因 就鼓励她 妈妈你最棒 你出去工作吧 快走 去走 陈敲恩 偶像剧女王 我觉得我也不再看偶像剧 我就分析 到底什么是偶像剧 怎么定义 想开想去 偶像剧就是 乍一看 很弱智 仔细看呢 更弱智 但是只要一旦被翻拍 就不再弱智的这么一种剧 对不对 你看过各种版本的流行画园以后 你觉得原版的流行画园 不是艺术品 朱孝天非物质文化遗产 然后偶像剧女王 合作过很多的这个 一线男性 那自然合作的多 匪文也多 对不对 传说中 是什么 那个霍建华 大婚那天 陈敲恩深夜买醉 对吧 我也觉得媒体 特别无聊 无聊 陈敲恩深夜买醉 还需要理由吗 你回去仔细查 张绍刚大婚那天 陈敲恩深夜买醉 对不对 你非要这么联系 你就什么新闻都联得上 是吧 池子吹笛子那天 陈敲恩深夜买醉 发现原红是 爱情公寓电影版主演那天 陈敲恩深夜买醉 李诞深夜买醉那天 陈敲恩深夜买醉 对不对 最后这条反观也是成毕的 最后这条反观也是成毕的 我觉得媒体用词也特别过分 你说喝酒就喝酒 什么深夜买醉 我们这家中午就不买醉了吗 开玩笑 但是愚显就是这样的 女的喝酒也就是有点负面 男的四十岁不结婚 很潇洒 女的四十岁不结婚 天天被人催啊 问啊 对吧 所以在最后呢 先是跟乔云姐说一句 到底啥时候结婚呢 说道理蛋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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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等我了 对 李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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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诞现在大家发现了吗 就是 他刚才在说话的时候 老在说我们娱乐圈 你是什么时候进的娱乐圈 我说的是咱们娱乐圈 就现在吧 就是进了娱乐圈之后 就变得特别圆滑 就刚才他自己说的那事 你上节目就上节目 老要嘲笑过 非要在节目里面 是吧 任张欣义当干妈 真的 李诞 你当时做出这个冲动决定的时候 你想过袁红的感受吗 自己的老婆出去录个节目 回来带回一个这么大的儿子 你想过袁红心里的痛苦吗 让袁红自己说 好不好 让我们掌声有请 李诞的干爹袁老爷子 来 好 大家好 我是袁红 谢谢主持人江上光老师 就是 我还是想跟少哥老师商量一下 就是今天这一期 你能不能不要秀你的什么 这个 劈叉 压腿 马甲线什么的 我媳妇要看 回头我媳妇一看 那个一打开一看标题 张绍刚 劈腿云红 受多大刺激 是吧 点进去节目再一看 张绍刚真的在劈叉 说刺激更大 江振宇老师 微表情专家 据说人家是看了那个美剧 Light to Me 然后有了灵感 开始启发他研究这个东西 江老师还好 你看的是Light to Me 你要万一看的是绝命毒师 你说你这个情况 得判你多少年合适 一个以他的性格 坐那儿在里边反正待着待着嘛 再看一个月遇 看完之后 咔一落实 夸查 又得驾行 一辈子嗖就过去了 你知道吗 而且我特别 我特别就好奇 你们这些专家 现在都那么单纯吗 我作为一个电视剧从业人员 好不好 我在这儿很认真地告诉你 电视里边那些都是假的 什么凶杀 撞车 标写 都假的 人家是Light to Me 怎么就到你这Light to You了呢 我们随便Light to You就信了 You怎么那么单纯呢 想不明白啊 而且啊 这个我特别想跟江老师说 这个不要把这些事情都看得太透 你把那些东西都看得那么通透 有意思吗 是不是 你老想研究这人生大通透的道理 容易把脑子烧坏 就这种病状啊 就是在临床上 这个初期反应就是研究微表情 到了中期之后呢 就开始研究各种心灵鸡汤 到了这个后期 脑子啊 彻底坏了 一张嘴就是 人家不值得 李旦 我的好朋友 经常去我们家做客 真事啊 这是真事 第一次去我们家的时候 带了个小礼物 来自他们内蒙古的特产 牛肺熏香 我是真的猜到了 可能跟牛有关 但是我没有猜到这个结局啊 同学们 我还问我说 你们内蒙的特产 不应该是牛肉干吗 李旦说 这也干 我说 这个熏香 它很香吗 李旦 很熏 很熏 我能说什么 我只能说 李旦 你好很熏 这个 朱孝天老师 F4当年那叫一个火 粉丝那叫一个疯狂 那当时好多家长不高兴 就骂他们四个 说你骂影响我们孩子学习 好多粉丝就出来鸣不平 啊 凭什么 周耀天 凭什么 F4又不是因为太火的 跟他没有奔猫球关系 流行画员 真的大家 因为太火了 大家当年都看啊 F4那四个 哗一出来往那一站 是不是 人家那个表演 各种 摆姿势 各种撩头发 就感觉 真的 你没点头发 你不好意思演那个戏 我当时 我正在这个戏剧学院 学表演 当时我们表演老师 是严令禁止 我们看流行画员 怕看会了 看一遍 记大过 看两遍 留校查看 看三遍 你就会了 那时候经常看见 有同学 一脸惊恐 站在电视前 我问 哎 怎么了 没事吧 我好像会了 胡佩岑 台湾著名主持人 主持风格 稳重 甜美 煽情 人称台湾版倪萍 这个倪萍 不是 胡佩岑大姐啊 工作非常认真敬业 偶尔也犯错 就是 有一次呢 就把人家张艺兴的名字 给念错了 人家艺兴倒没错 还没关系 但是佩岑非常自责 我跟你说 佩岑 你真的 你不需要自责 你看我老婆 叫张艺 张新逆 我这是念对了 给我作证啊 念对了 很少有念对的时候 我非常理解你 最后要说一说 陈乔恩 我的好朋友 人美 肤白 退长 台湾 偶像剧女王 可是 其实他这个人生活中 他特别可爱 就像小孩一样 说啥都不生气 但是 要是饿了 他还是真生气 就是不肯饿 有一次去我们家 饿都不行了 我说你等会儿 这饭还没做好呢 你稍等一下 不行 当时就急了 在那儿 一通翻墙脑柜 你们家就没点现成的吃的吗 这不是有内蒙特产吗 这不能吃 这不能吃 乔恩 对 当时非常不开决定 我没吃 我没吃 但是他是真的不扛饿 不扛饿 一饿 就容易吃宵夜 一吃宵夜就开车 我想说 乔恩 这么近的距离 你不能走路去吗 你说你最大特点就是大长腿 活生生给浪费了 是不是 你这腿你要给张绍刚 你信不信他能匹着岔住吃 真的 好多朋友 身边好多朋友 就催乔恩说 你早点结婚 我作为一个 已经结婚的人呢 我觉得这事 其实没有必要那么着急 是不是 感情这个事 爱咋咋地 缘分最重要 你看我 我最早 我也没想说要结婚 我还觉得自己 没聊聊够呢 后来直到有一天 我就遇见了张绍业 我一下就觉得 够够了 真 所以我在此 我要这个 希望乔恩早点碰到一个 让他觉得够够的人 是不是 让他幸 不行 我是出了名的那个毒奶 我逢祝福必烦 真的 所以为了 你别说说了 别说 为了你好 为了乔恩好 我现在正式祝陈乔恩 孤独终老 谢谢大家 我是任宏 宝宇 恭喜 恭喜 真罢了 接下来上场的是 侯佩岑 你偶像住的女生 不用太漂亮 乔恩 那就是你咯 陈乔恩 好可怕的节目 我被比大气的来了 侄子 大不大 大不大你现在 是啥 rock 完了完了完了 稍后 完了 当你难过的时候 你就倒立 这样演味就会咋的 表演过了 就是演偶像剧吧 那个那个感觉还是差了一点 差啥啊 你就还差一点 你知道吗 哥你还玩什么手机 你敢想说 到底差哪一点 李淀你行不行啊 我都看明白了 他让你点击瓜子二手车APP 买辆车 行业领军者 个人车员多 选择多 有了车 你也能当我像剧男主角了 哎 你就差这一点 我给大家报告一下 陈乔恩已经完全乱套了 听听 袁红说完了之后 下去的时候 陈乔恩抱着袁红说了句什么话 你没听见 恭喜恭喜 你俩忙的这 他当爹 他当事 那下去说呀 这刚刚有一个人说孤独中了 恭喜恭喜啊 不说话不说话 来接下来就是第三个要上场的 侯佩岑小姐 李淀 我正式地答复你 我替侯佩岑答复你 刚才你说人的经常笑 那是情伤高好不好 情伤非常非常高 遇到任何事情 大家没有看到过侯佩岑失态 在公众场合被开玩笑开过了 怎么办 马上露出标准的假笑 大家看这个开关多么的娴熟 而且都说爱笑的女孩子运气不会太差 那爱假笑的女孩呢 就假装运气不会太差呗 让我们掌声有请 应该运气不差的侯佩岑小姐 可以 不行 down稍刚老师 你讲得好好哦 爱你哦 Cae 我假笑這麼多年 這是我最假的一次 大家好 我是侯沛塵 真的有點緊張 我先講一些真心話 其實張少剛老師啊 或者是李淡 池子 Rock 像他們這麼幽默 這麼風趣的人 其實我非常佩服 假 真的 因為我覺得幽默好笑真的很容易感動人 而且我覺得幽默是人類進化的最高境界 要讓人哭很容易 要讓人笑真的很難 所以我非常非常喜歡你們的節目 真的很棒 真的 完了嗎 嚇人啊 完了 這真的才是我最假的一次 好 我好好講 我想先講一下朱孝天 孝天 以前的F4成員 這樣好了 如果我們把娛樂圈 想成是一棟建築物 F4就代表他們當時的高度 其實後來這些成員解散了之後 有的人到了F3 有的人到了F2 但朱孝天很特別 他在B1 很方便 直接回家 但趙天路上小心陳喬恩喔 好不好 江振宇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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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他是一位心理學方面研究的學家 所以我今天上節目之前我就特別研究了一下他的資料 他大學讀的是計算機 然後碩士讀的是信息技術 博士他讀的是數字媒體 然後2010年的時候他博士才剛剛畢業 2011年就上了電視 成為我們大家眼中微反應研究的第一人 太了不起了耶 一年的時間就第一人耶 我真的我很佩服他 我覺得這種崇尚科學然後鑽研的精神 我很想學習 所以我宣布 我侯沛岑明年 就會以臨床生物和工程先驅的身份 登上吐槽大會的舞台 請大家敬請期待 第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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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們的主咖 最可愛的 偶像巨女王陳喬恩 喬恩 喬恩 我真的很佩服喬恩 大家都覺得他很真 然後你看出道這麼多年來 他這麼的獨立 什麼事都是自己來 自己上節目 自己組CP 自己組CP完 自己闢謠 自己說自己是真性情 我覺得他真的是我們當代女性的獨立典範 謝謝 謝謝太誠 喬恩 我跟志玲姐姐一起為你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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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愛你喔 愛你 其實我應該要叫喬恩妹妹 因為喬恩比我小一歲 喬恩妹妹 我今年四十歲了 喬恩 你的角色 伯母,我們是真心相愛的 可是過了40歲以後 你的角色就要改變了 給你兩百萬,離開我兒子 娛樂圈對你藝人就是這麼的殘酷 你的年齡越大 觀眾就會對你越苛刻 所以想要維持名氣 需要付出很大的代價 用一句話來總結 做人男 做女人男 做一個明老女人 男 這就是為什麼喬恩 會經常傳出跟其他男藝人的緋聞 大家我們要理解一下 其實有時候做藝人 在娛樂圈就是這樣 必須要通過組CP才能維持一定的熱度 我就沒有組過 家裡管得嚴 沒辦法 誰叫我 那麼聽媽媽的話 謝謝大家 我是偶貝塵 謝謝大家 我是偶貝塵 小偶貝 嗨你 嗨你喔 好 好 好 侯佩塵是不是說得真好 是吧 大家是不是由衷地感受到了什麼叫情商高 是不是 小燕 你有沒有那感覺 就是聽侯佩塵的誇獎 比聽袁洪的祝福舒服很多 沒有 真的 你心裡面就 哎呀 就暖洋洋的 就說明人家的情商就是高 對吧 佩塵 佩塵你今天真的表現好好 我學得好快 發的就是有天分 愛你 摸摸搭 摸摸搭 停 說 接下來要上場 必須要安排一個能夠徹底地衝破這個氛圍的一個人來上場 第四個要上場的我很熟悉 誰 Rock 我就在他的健身房練過 我在他的健身房練過 大家知道Rock在節目組裡面的話特別少 你要是問他點什麼事的 嗯 是 對的 可以 目光呆滞 然後 那天我到了他的健身房之後 我發現他不是這樣 以前我認識的那個Rock和健身房的Rock不是一個人 整個我練的過程當中 他就一直在我後面說 張老師你這個練的不對啊 張老師這個動作不標準 張老師你這麼做不行 真的就很煩 然後我就問他 怎麼了 怎麼就不對 哪不對 回答很直接 你沒辦卡哪都不對 接下來讓我們有請 愛讓人辦卡的Rock 大家好 我是Rock 又上自曹大會了啊 很開心 為什麼這麼開心呢 你們知道我上了節目之後 有多少粉絲去我的健身房辦卡了嗎 一個 就一個 還是張月卡 這算不錯了 你知道嗎 還有人去健身 舔著個大臉 不辦卡的 張老師健身這個事 要不是親眼看見了 我也不敢相信 其實我親眼看見了 我都不敢相信 就是你看張老師健身就是有一種 違和感 你知道嗎 就好像你看見 石子在清華搞科研一樣 不敢相信 而且張老師確實年紀大 力不從心 健身一使勁就得罵街 全是不能播的話 外面人聽了直往裡邊看 你知道嗎 哎呦怎麼了 那大胖娘們是要退卡嗎 要問一下 要問一下 當時我就不高興了 我說什麼呢 什麼大胖娘們 騎士婦女 其實張老師我還是勸你不要見識 是吧 不享受運動 遲早還得更胖 哈哈 不如去伯爵旅拍 做攝影師吧 到全球各地旅遊 多幸福 你就穿這身衣服 是吧 拿出專業的份兒 別人肯定得夸 哎呦那個 大胖娘們把相機放下 好今天場上還有另外一位 健身達人 江振宇老師 說來很巧 去年他差點成了我健身房的合夥人 可惜 最後他問我要不要一起合作的時候 我給了他一個肯定的表情 他沒看出來 江老師說他研究的是微表情 是吧 而且一直跟我強調自己是一個科學家 是吧 這一點讓我就覺得很像一個民間科學家 當然這是我的問題 江老師是真科學家 人家是中國心理應激微反應測試研究第一人 這個頭銜 好長 我覺得科學家的頭銜 是不是可以短一點 是吧 就比如說你把D字去了 中國心理應激微反應測試研究 一人 因為 你感覺就他一個人在研究 是吧 你說這科學家也沒個同事啊 單位啥的 像明科 我都錯覺 明科明科 反正自稱是圓虹 是吧 你這一臉大胡子 我覺得也很有可能 就是個流浪漢 我就不耽誤時間了 什麼情況 朱孝天 怎麼也太不耽誤了吧 朱孝天 F4 一個影響我一身的組合 F4的意思是Flower 4 是吧 四朵金花 大家看看這一朵 多肉 好慘啊 天啊 舒服 現在年輕人你們真的可能不知道 F4當年太火了 如果放到今天 他們四個 基本就相當於 TF boys 再加一個朱孝天 我記得當時在內蒙 你知道嗎 在內蒙 所有的年輕人 都在看流星花園 是吧 然後每個學校 都有一個自己的F4 還要對號入座 是吧 最厲害的就是道明四 最刺的就是西門 我記得那年 我情竇初開 喜歡上了我們班一個姑娘 結果 就被我們學校的F4給搶走了 就是最刺的那個 我很不服 因為那哥們就有點胖 就一張大臉 我就覺得 你根本就不像F4 我錯了 我錯了 今天我要鄭重 給我遠在內蒙古 一顆招蒙 第一中高217班的同學 李磊道歉 這麼多年 我錯怪你 你比F4更像F4 我為何美 也演過偶像劇 是吧 和周玉銘還合作了美味關係 據說還送出了銀幕初吻 因為沒有經驗 和仔仔足足吻了45分鐘 這哪兒是拍戲啊 這是解恨啊 你們知道45分鐘有多長嗎 這個難熬的停頓 還不足4秒鐘 不夠不夠 我相信侯貝曾是真的沒有經驗 這要換了陳喬恩 估計能穩一天 喬恩 作為偶像劇叮子戶 年紀半百來著不走 所以你也可以理解他為什麼至今未婚 每天拍戲 和對方在人前秀恩愛 結束了之後就互不搭理 各過各的 這不就是結了婚之後的日子嗎 一樣 其實我覺得偶像劇就是一個特定年齡段的消費品 過去就過去了 總有一天我們還是要面對現實 你看朱孝天的老婆 就沒有嫁給西門 嫁給了朱孝天 找到了現實 袁洪也找到了張星毅 陳喬恩走丟了 只找到了 只找到了自己 是吧 但我覺得就夠了 一個人就挺好 像我 我現在呢 我就打算以後 就跟我的槓鈴片一起過來 那就是我的真愛 槓鈴片它沒有欺騙 一百斤就是一百斤 不像喬恩忽胖忽收 最後還是希望喬恩 你也找到你的真愛 謝謝大家 你好 很高興見到你 謝謝謝謝 講得特別好 接下來即將登場的有江振宇 我本來以為我在微表情界是有劍術的 但是今天見到李旦我發現 我可能白學了 池子 開心 偶像劇適合我 朱孝天 偶像劇有了女主角 怎麼能缺少男主角 越看越像那傻 一個大胖娘們突然站在這兒驚喜嗎 吃興奮劑了吧你 不就是沒在你健身房辦卡嗎 你至於的嗎 我擠得成那樣 我不是還給你的健身房做宣傳了嗎 而且大家聽聽她剛才說那話 還什麼經歷高中時候的情商 準備以後和槓鈴片過 槓鈴片才是你的真愛 各位 別以為我不知道 光槓鈴片你就六片 真是沒想到 傻男 不管她了 不管她了 下一個 江振宇 剛才上來不是所有人都說微表情專家 而且還有身份呢 格鬥愛好者 格鬥愛好者 對散打呀搏擊如數家珍 這就說明 一個常年胡說八道的人 必須要掌握格鬥的技能 是不是啊 而且 她是不是特別愛預測 對吧 預測 預測完了 說 我預測得準不準 我告訴大家 沒學格鬥的時候 準確率大概是10%左右 學完格鬥以後 目前 超過80% 讓我們掌聲有請 會武術的江振宇 大家好 我是江振宇 可能有的人啊 不相信 但我確實 是一個科學家 每當我說到我的專業 研究微表情的時候 很多人 都不相信 我是使用的科學 他們都會覺得 我大概研究的 是這樣的東西 這是什麼 這個是糟粕 是垃圾 剛老師 我不是說的你 我說的是封建迷信 是糟粕 是垃圾 要冷靜 還要冷靜 冷靜會格鬥 會格鬥 坐下吧 別忘記看了 剛才 袁洪說 我的專業 是看美劇學會的 他還推薦我 要看《絕命讀詩》 還有《月遇》 我都看了 都比《愛情公寓》好看 但是電視劇不好看 不是你的錯 你的錯 是演了電影版 微表情 當然是科學 然後在這裡面 時間關係 所以我只能夠粗略地 給大家展示一下 我剛剛 觀測到的結果 我都記下來了 比如說 李旦 在講到陳喬恩買醉的時候 陳喬恩笑了 但這個笑 顯然不是因為開心 她是看到別人都笑了 覺得自己如果不笑 就不合群 再比如說 袁洪講到李旦 送他熏香的時候 陳喬恩又笑了 這個笑 一看就是假笑 因為她完全沒有聽懂 笑點在哪裡 在袁洪說我是偽科學的時候 侯佩岑的臉上 一直掛著甜美的微笑 就如同她生命裡 所有的時刻 一樣 等到ROCK上場的時候 陳喬恩終於 開心地笑了 這個笑是真笑 因為她忽然之間反應過來 剛才袁洪講的 牛糞熏香 是怎麼回事 在侯佩岑 講到說女藝人的處境的時候 袁洪的臉上 那個表情 完完全全被一臉大鬍子擋住了 微表情的部分呢 我們就講這麼多 剛才一直在說侯佩岑 侯佩岑據我分析 是典型的討好性人格 在她的潜意識裡邊 始終特別關心 我有沒有討人喜歡 我很心疼你 所有人都只關心她飛得高不高 只有微表情專家關心 你笑得累不累 你們不要嘲笑啊 笑天跟當年比起來有落差 那是因為我們人類 特別擅長把跟青春美好的東西 給她放大 你們都覺得笑天變了 但是科學家告訴你們 她沒變 她一直也就那麼回事 是我們的審美觀 在一直進步 據說笑天的太太 還曾經嫌棄過她 嫌她不如西門那麼浪漫 西門說過什麼 西門說任何一個女人 她的保值期都不會超過一周 這是浪漫嗎 這就是渣男啊 這要是來到《非诚勿扰》 一上場二十四點燈 肯定全滅 第一個VCR都不用看 什麼西門 簡直是西門慶 那麼關於渣男 喬喬我個人有一些經驗和體會 在這裡也分享出來 給喬恩做參考 我們就說健身這個事情 比如說 如果她不是為了健康 而是為了體型去健身 多半都是渣男 像Rock這種 健身 健著健著開健身房了 穩定的渣男 但是你看四十多歲 忽然開始想健身了 像這種 就是想變成渣男 真的 你們不要覺得我在危言聳聽 2018年英國最權威的社會學研究成果表明 男人都是大主題子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那麼 最後說是喬恩 喬恩的性格是非常直爽的 經常在微博上面怼網友 大家還說的很可愛 我也經常在微博上怼網友 大家就說我是土質男 我很痛苦 你要知道在微博上怼網友這件事情 根本就發揮不了我的專長 我的專長是研究微表情 微博上的表情通常都是什麼樣呢 都是這樣的 或者是 我沒勁可是 那麼 其實喬恩也不算什麼聖女 喬恩其實你非常好 你這樣的姑娘如果來《非诚勿扰》的話 我相信所有的男嘉賓都特別願意跟你牵手 因為你是明星呀 其實 大家都在催喬恩趕緊找到真愛的人 這個我是可以理解的 因為就像《非诚勿扰》的觀眾一樣 所有人都只關心 牵沒牵手 沒有人去關心牵的對不對 那麼喬恩自己要找對的人 肯定要多花點時間 所以才找了這麼久 那麼既然如此 我們不妨再多給她點時間 因為 反正也不關我們什麼事 再多的科學和道理 到最後都是為了給人傳遞幸福 所以喬恩 祝你幸福哈 那我呢 來自於《非诚勿扰》 自然我也給喬恩準備了一份小禮物 哇 好大喔 這是一個桃花服 我送給你 只要你把它拿回家 掛起來 你的家一定會變得更漂亮 謝謝大家 我是江麗宇 天長師好 謝謝你 謝謝你 桃花服 謝謝 好漂亮 謝謝你 謝謝你的姓文對新車 謝謝這位民間科學渣男 辛辛苦苦健身 两个多月 被江振宇定性为 我想变成渣男 而且说全世界所有的男人 都是大猪蹄子 你知道当时我在那块 刚才我在那块听着 我特别特别不高兴 最让人反感的地方是什么 就是他只能看出你不开心 是吧 但是他无法让你变得开心 有的时候你听完他说的话 你会更闹心 怎么办 不开心怎么办 各位你能听江振宇说话吗 不行 你得自己想解决的办法 不开心 上微视短视频APP啊 对不对 在那块看各种各样的搞笑视频 马上就开心 比那个微表情强多了 看一下 好不好 那里面有很多的微表情 能够分析 说得好 你看能够把广告 这种发自内心的给说出来 了不起 对吧 真是特别 怎么自己夸自己 了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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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淡 你是不是说完了 嗯 那你为什么还不停地在说话 不说话了好不好 和袁洪一样都不说话了 自从上一期吐槽大会之后呢 池子多了一个心态 好大家都看到就吹笛子 在后台一有时间就吹 一有时间就吹 可以说真的就刻苦到了 不封魔不成活的那种程度 功夫不负有心人啊各位 经过几个月的勤学苦练 真的有了成果 眼睛被憋大了 让我们掌声有请 大眼睛的池子 好恐怖 闻一闻啊 闻一闻 大家好 我是池子 很开心啊 很开心 今天我们那个好朋友Rock 也来到了现场 大家知道Rock呢 跟张浩刚老师呢 两个人是断腿兄弟 两个人特别有意思 那个腿啊 张浩刚舌完Rock舌 Rock舌完张浩刚舌 两个人能凑齐三条好腿 就不容易了 我觉得你们这天跟腿过不去 你们想不要这腿的话 你们捐出去好不好 对不对 你们不要有人要啊 张老师其实今天呢 腿脚也不太好 还没有恢复的完全 但是非得来 他拽着人就说 我必须要去 侯佩森是我梦中情人 不需要去 江振宇老师您分析一下 现在那个侯佩森 这个微表情啊 里面有没有脏话 有的话呢 你也别说出来 你用微表情再传达给张浩刚老师啊 然后我们可能就会看到 真的在说 啊 其实我觉得微表情嘛 对吧 就不就那 就都能看出来对吧 还好人当门科学去研究 真是说出来也信 接下来说那个朱小天 朱大哥啊 就是我觉得 你们 你们不要看他现在这个样子啊 其实年轻的时候身体很好 年轻的时候参加啊 西班牙的世界太极锦标赛 获得金牌 08年在全美武术锦标赛啊 太极拳也获得金牌 你们听听 这是人干的事吗 对吧 你老去美国西班牙打太极 欺负人外国有人干什么 对不对 你当时是不是报名的时候就赢了啊 对吧 人家报名 What's your name? My name is Tom What's your name? My name is Joy What's your name? 我是朱小天 我把金牌给你明年不要赖了 很过分对不对啊 但其实朱小天你们不知道啊 他唱歌也很厉害啊 他是华人首位连续四年 在日本办歌人演唱会的歌手 你们听听啊 是人干的事吗 在日本办演唱会啊 但其实观众很喜欢啊 喊的声音很大 他也听不懂嘛 喊 第二年还去 第三年还去 第四年呢 观众为了表达对他这个感情啊 都学会了中文 喊 朱小天 你别来了 很热情很热情 虽然呢后来大家只看到他爆火的一个什么场面啊 但是之前呢确实很辛苦啊 在一个餐馆里面打工啊 曾经也给罗志祥端茶送水什么的 但是现在你们再看看 我再看看也是罗志祥比较混 你这不努力 让我转折都转不过来啊 很尴尬啊 接下来说袁洪 袁洪啊 袁洪他这个据说胡哥啊 胡哥第一次见袁洪的时候 被他的帅气所惊呆了 说袁洪很帅 帅到淳朴的那种帅 我就在想淳朴的帅是什么概念啊 就是酷毙了呗 酷毙了是什么概念 我就想了想啊 想了想 就是 张杰大家知道吧 对 张杰就是酷毙了啊 对你 你不要以为你说说不来我们节目就很安全 不来我们节目只能说我们请不起你啊 不能什么别的问题啊 接下来说袁洪 袁洪其实刚上学的时候啊 他其实就是口音很重啊 胡和猴不分 管胡哥叫猴哥啊 同学都很害怕 生怕胡哥变身什么的 说起猴哥呢 不得不提起一个人 猴佩岑 这个转折就很自然 再说乔恩啊 乔恩是性格特别直率的一个人啊 有一次呢 跟王一博啊 拍戏 聊天嘛 特别爱聊天啊 拍着聊天就说 一博呀 我比你大18岁啊 我要生了孩子都你这么大了 哎呀 你是说一句过去的 一博怎么想 一博出戏了 对不对 一博就想 什么 他比我大那么多 他有了儿子 都我这么大了 那我是不是他生的 我就是他生的 妈妈 卡 导演就喊卡 一博得 他是你妹妹 他不是你妈妈 你想清楚好不好 好好演啊 乔恩你也不要老占人便宜什么的 然后说人儿子什么的啊 其实乔恩呢 跟袁红是好朋友 好朋友 但是我觉得啊 你们的关系就那样啊 就那样 袁红一直说 我碰见好的小伙儿啊 肯定给你介绍 袁红大婚那天啊 那伴郎团什么阵容 没告诉乔恩 今天啊 吐槽大会什么阵容 把乔恩拉来了 李大拉的 照片集团 你也不要难过乔恩 今天你 我觉得你就随便选 我觉得你只要选谁都跟你走 你不选我都想跟你走 走不走 有一次啊 乔恩呢 去一个村庄里面录节目 那个民风很淳朴 去那儿要干三碗酒 他咔就干了 酒量又不好 啪 倒了就睡着了 在猪圈睡了一晚上 我是真没想到啊 这么好的猪 能让这个白菜给拱了 很别致啊 说了这么多呢 其实乔恩性格就是直率嘛 喜欢说话呀什么的 其实不在意别人的眼光 我觉得这样挺好的 对不对 我觉得你当一个这么好的白菜 偶尔拱一拱猪 没什么的嘛 对吧 挺好的啊 加油 谢谢大家 我是吃的 我跟你说你就好好跟李诞学吃的啊 把李诞的好好全学去了 下一个马上要被我们呼喊到的是 朱孝天了 孝天确实很长时间没出来 都快认不出来了嘛 上次在机场就有人把他误认成是高晓松 然后大家就很惊讶 大声说高晓松你怎么又胖啊 他是偶像出身啊 这个事对朱孝天来说 刺激非常大 哥谁谁受得了 哥谁谁被叫成又胖的高晓松 谁能受得了 但是很好给了朱孝天动力 看 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 收下来的高晓松 大家好 我是朱孝天 我今天很开心很开心来到这个节目 觉得很荣幸 佩晨我们曾经在同一家公司待过 所以我先说佩晨 听说侯佩晨的妈妈呀 对她的要求是什么 只要当个良家妇女就好 我觉得这可能是天下母亲 对女人能够提出最低的要求 这当良家妇女这要求真的很低啊 张老师都做得到呢 没完了是吧 然后我还听说啊 就是这个佩晨的妈妈呀 从小就对她这个家教很严 就甚至她先生在跟她求婚的时候 她要打个电话问妈妈的意见 你可以想象她妈妈要不答应的话 那她怎么办呢 那只好先回答妈妈 那只好先回答妈妈 好 妈妈我知道了 对不起 我不能嫁给你 但是我爱你哦 加油 接下来要说的是 袁红 那网友说啊 袁红年轻的时候 年轻的时候 跟我长得很像啊 当然现在不像 因为我已经在朝这个高晓松发展 袁红就跟不上我了 你现在要跟上我 你得进步 你知道 你不能光长胡子 你得长点肉 我听说呢 江振宇在《非诚勿扰》里面呢 帮助过很多女嘉宾的 这个男嘉宾的青睐啊 然后节目中呢 还流行这样一句话 每一个女孩的身边呢 都应该有一个江振宇 那如果照这个说法的话 仅仅在中国 我们大概就需要七亿个江振宇 我觉得到那个时候啊 可能江振宇 会变成一个文化现象 你打招呼的时候啊 就不是说 你今天好不好吃了没 不是 你今天江振宇了没啊 那个情侣之间 恋人之间的对话 可能都会改变 宝贝 今天有流行雨来 我带你去看吧 唉 你不知道吗 现在都流行看江振宇了 你个小傻瓜 作为一个 同样是演偶像剧的过来人 总听到有人说 这个偶像剧演员啊 没有演技什么的 其实我觉得吧 就是 身为偶像剧演员啊 刚开始确实不需要什么演技 长得好看就行了 所以说那个 乔恩都40了 你该磨练一下演技了 乔恩除了演偶像剧呢 还演过这个《笑傲江湖》 其中这个 东方不败的这个角色 就令人印象非常深刻 因为他非常成功地 把东方不败给演 实败了 乔恩 其实你这真不算什么 我还演过《储留香》呢 演之前我就知道 我是真的演不过郑孝丘了 因为郑孝丘演的《储留香》呢 才是真香 李大人说啦 说经典是因为有翻拍 才会成为经典 我觉得不然啊 我们本来就是经典啊 只是他们的翻拍 让我们更经典而已 虽然说这个新版的这个流行花园 遭受到了一些抨击啊 但我是真的心存感激啊 就起码他让我多了一个通告 我记得《流行花园》 当时的制作费啊 是非常有限的 你别看那个剧里面四个人啊 穿的光鲜亮丽的 其实我们的衣服是跑去夜市批发来 听清楚啊 不是买的 是批发啊 然后呢 我们这个剧中啊 所使用的这种各种跑车啊 其实也都是借来 所以每次那个入画 刷一下 然后停 停下来 为什么呢 一方面是为了避免 这个寡秤道得赔钱 在这个基础上呢 省油也是必不可少 油都要省啊 当然就是观众们啊 一般看到一个组合呢 总是会一厢情愿的觉得 他们一定是兄弟啊 其实我们F4没有不合 虽然说真的没有什么微信啊 但是我们是关系还不错啊 也算是同事啊 虽然现在没有事情可以同啊 其实不光是我们啊 萤幕上很多组合都是一样的 你们仔细想一想 就连海尔兄弟 他们也不够就是组在一起卖冰箱而已 当然啊 我现在已经没有像以前那么光鲜亮丽了 但我对现在的生活很满意 很满意啊 因为其实我觉得生活呢 本来就是一件很平淡的事情 大家就不要太沉迷在这个偶像剧里面啊 偶像也要吃饭了呀 对吧 偶像也要呼吸啊 偶像也有可能会单身嘛 对不对 所以各位 乔恩到现在一直保持单身的原因 这是他的选择呀 乔恩 你也得知道 人家不愿意跟你在一起 也是人家的选择 谢谢大家 最后临下台临下台还得说句窝心话 前面刚才我们也说过 朱孝天真的挺棒的 他曾经获得过那个世界太极拳的那个冠军 而且我看到过他的采访 他说推广武术 他觉得比当F4还要快乐 就是非常非常的淡泊名利 大家想一下这话 F4其他那三个人说得出来吗 他们说不出来 因为他们当F4就很快乐 对不对 要辩证地思考问题 最后一位嘉宾已经吐完了 想吐槽他的就这么点人吗 这个世界上想吐槽他的人 风起云涌 来 看一看 大家可能没有听过乔恩杰说脏话骂人吧 你们节目组可以试一下 别给他准备早餐晚餐午餐等等 宵夜什么都别准备 就可以试一下 有一场戏是他跟阮晶晶晶的吻戏 他吃羊肉串吃到一半被我叫来了 躺着 亲啊 吻啊 吻啊 以后有人发现 他手上还拿着羊肉串 因为他知道我只拍特写 你是一个非常知道坚持的演员 第一呢 坚持和男神们合作 第二 坚持绝不收割他们 为什么要去演那个圣女的代价呢 你说现在一不小心 这真的成圣女了吧 伴娘真的不能当三次 当了以后真的嫁不出去 她是我见过所有女演员里 最能吃的一个女演员 而且还带着组里的其他演员也行 她带着别人吃 她自己干吃不胖 你说这欺人不欺人 巧恩不光是偶像剧女王 更是妆嫩姐女王 跟王一博还有吻戏 跟承潇是好姐妹 你还要演少女吗 你不打算演一下少女的妈呀 我家巧恩 永远是冒着其他的心态 去参加综艺 去参加真人秀的 前几天我看朋友圈 我看到巧恩去参加了一个 持继比赛的真人秀 然后我就说 巧恩啊 巧恩 你为什么要去参加这个节目 我还不觉得很辛苦吗 她说 老西啊 我是去减肥的 巧恩姐 听说你挺忘孵的 不过 其实我没你可能 你去哪儿啊 去瓜子二手车严选直卖店 听说你规模特别 那哪有多大 全国一百多家店 客客都能感受到 讨厌般的轮廓 您不是嫌麻烦吗 人家瓜子 车子多 没有中间上转产的 新店开业 还走万元大地方 瓜子二手车严选直卖店 我来了 好 吐得好不好不重要啊 重要的是不来现场 照样可以吐槽 无论是没有来到现场的明星 还是我们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都可以通过屏幕上的 这样的方式和我们进行互动 来参与吐槽 而且刚才我也说到了陈乔安的妈妈 陈乔安的妈妈真的对她很严厉 小时候特别害怕妈妈 在日记里面就会写 妈妈的脚步声越来越近 就像魔鬼 妈妈要来打我了 二十多年过去了 对陈妈妈的恐惧 陈乔安 满沿到整个的娱乐圈 真的 现在同剧组的男演员 看到陈妈妈来探班 心里面就会想 陈妈妈的脚步声 越来越近 就像魔鬼 陈妈妈 要来打我的主意了 陈乔安演过多少偶像剧 我觉得他自己都说不出来 无数吧 没嫁出去 穿了二百多次婚纱 全还回去了 和很多男演员 传过绯闻 都没有下文 这些数据准确吗 我也不知道 真的假的 我也不知道 真的就没有下文吗 我也不知道 自己说 让我们掌声有请 偶像剧女王 陈乔恩 天哪 前面都说得这么好 有点紧张 等一下 不要给我冷场啊 大家好 我是陈乔恩 谢谢 大家都说 我是偶像剧女王 没错 我的确是出演过 很多部的 偶像剧女主角 其实偶像剧 它是有套路的 就比如说 在一部偶像剧里面 男主跟女主 要相遇的时候 女主角一定要 四十五度角 跌进男主角的怀里 含情默默地看着她 就像这样 这时候呢 摄影师就会 慢慢地走轨道 开始拍 有点浪漫的感觉 那个 中少刚老师 过来 你害羞什么 我让你演鬼道 刚才 李旦 吐槽说我喝酒 喝酒的确是不好 就是李旦 邀请我来那一次 他就喝多了 在那个酒局上 拉着 喝酒的手说 陈乔恩 你一定要来参加 吐槽大会 你是偶像剧女王 何老师当时也喝大了 很干脆说 海涛我答应你 但是在这边要跟大家说 喝酒千万不要开车 对的 今天到场的还有 江振宇老师 嗨 你好 你好 是研究微表情是吗 哇塞 他好厉害哦 我相信你真的是很懂科学 你相信我这句话是真的假的 蒋老师 别看着我 真的 我觉得你说的都是真的 你刚刚说的很有道理 我很欣赏你 你看得出来吗 真的 我说的是真的 其实来录节目之前 节目组有跟我沟通过 说要邀请过来吐槽我的嘉宾 他们那个时候说要邀请谢娜 我说谢娜不行不行 因为她会抢了我的风采 跟着呢 节目组说要邀请小S 我说小S 不行不行 我跟她不熟了 而且她也会抢了我的风采 后来他们说要邀请侯佩晨 啊佩晨啊 可以可以 可以的佩晨 不知道为什么 我就是觉得你很好 因为你也觉得我很好吧 爱你哦 爱你哦 当然啦 在这里也不是说侯佩晨 她不像女王 她多漂亮啊 其实呢 我很羡慕她 你看看她 笑容甜美 温柔娴熟的女孩子 我都已经不演了 你怎么还在演啊 佩晨 放松一点啊 婚都结了 任务完成了 可以抠脚丫子了 来吧来吧 放松放松 最近的新版流星花园正在热播 也出现了新版的F4 其实超越经典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 我相信所有这个新版流星花园的演员们也会面临同样的问题 西门可是朱孝天演的哦 那我有什么好不敢演的啊 美根女人 在我这里的保存期限 只有一个礼拜 会了 会了 很笑 西门 I got you 会了 会了 最后要说一下我的好朋友圆红 这个真的是我的好朋友 老圆呢 他是一个经常爱看偶像剧的人 偶像剧演什么他就姓什么 他跟二姐的爱情故事啊 也就是跟偶像剧的剧情一模一样 就话说那时候他们两个还没有在一起 有一天张一新就 新意 是一新还是新意啊 一新新意 哦新意 sorry 好朋友好朋友 不必自责 不必自责 没关系 我理解 忘掉刚刚那一段啊 话说他们那个时候还没有在一起 有一天二姐就在家 就接到了圆红的电话 圆红就说 新意 你开门 门一打开 老圆就出现在门口 背了个包 说要来帮二姐做一顿饭 我说老圆 你真的也是太纯真了 你有没有想过在敲门之前 万一里面要是两个人呢 你怎么办 门一开里面有两个人的话 人家岂不是很尴尬 你要人家说什么 说啊 有人红 你来都来了 你就进来做个饭吧 不要加辣椒啊 很多人说陈乔恩演了这么多年的偶像剧 其实基本上是没有什么突破 太没有挑战了吧 其实我个人真的觉得偶像剧是比正剧难演的 在这里不是说正剧是很容易演 只是偶像剧这么简单的这种剧情 要演到让大家感同身受 让大家相信 甚至让大家觉得不讨厌 这是很难的 但是我觉得吧 偶像剧真的是很不容易 我一路走来也是挺幸运的 有时候我甚至会觉得自己不够漂亮 然后真的是 能够走到今天 真的是很谢谢大家的支持 有你们真的很好 谢谢 你看 是不是相信了 我是不是很棒 就像刚刚说的 确实 我跟很多小鲜肉在对戏的时候 我都能当小鲜肉的妈了 所以我跟他们对戏的时候 真的是非常的需要演技 主要是考验他们的演技 因为我都跟他们说 姐都能生你了呢 然后后来呢 有一阵子就听到了一个 我跟小鲜肉的绯闻 我当下听到的时候 非常的傻眼 然后真的有朋友 打电话来问我说 陈乔恩 我看到你的绯闻了 你好棒啊 其实不是我棒 是媒体棒 我在这里要认真地澄清一下 这个绯闻是假的 是捏造的 完全都是无稽之谈 江振宇 你过来看一下我的眼睛 看我有没有说谎 那算了 你别过来了 到时候又会传绯闻 陈乔恩与民间科学家 深情对望 想要走进科学 这个好 这个厉害 你好 很高兴见到你 我不仅要面对 父母朋友的催婚 还要面对广大网友的催婚 经常有网友说 乔恩 希望你快点找到一个 把你捧在手心的人 我为什么要被别人捧在手心 我自己有手 而且我捧红了我自己 我想每一个女生 都非常的期待 自己穿上婚纱的那一刻 幸福美好 但老实说 我 我一点都不憧憬穿婚纱 我觉得婚纱是这个世界上最难穿的衣服 很刺啊 很紧很扎人啊 勒得难受 更别说要提什么上厕所了 知道为什么这么了解婚纱吗 因为我在偶像剧里面 已经结了几百次婚 你们想象一下 你们要是结了几百次婚 你们还会想要结婚吗 听到我愿意的时候 你们还能感动落泪吗 我能 因为我能演 我是偶像剧女王 谢谢大家 我是陈乔恩 我手都冰了 哎呀 好可怕的节目啊 吓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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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刚才说的哪句是真哪句是假吗 刚才看到两个女人的对戏 不害怕吗 演技真好啊 你是想加入还是咋的 我不 我不想加入 不想不想 不想 我觉得都没有你吧 雨淡 演技要磨练 而且再次感谢乔恩 我们今天把陈乔恩当作主咖 因为大家都管她叫偶像剧女王嘛 但是我们完全可以抛开这些表情 她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女孩 也会和大家一样 因为年龄大了 在家里面面对被催婚啊 这样的麻烦 假如我跟你讲 古代人啊 十岁 十几岁就应该结婚了 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 二十多岁 时代再进步 现在三十多岁不结婚 也非常非常正常啊 所以时代再变化 时代进步一个最重要最重要的标志 就是我们学会了包容 包容不同的人所做出来的 不同的人生选择 比如说今天来到现场的陈乔恩 所以乔恩 只要是你继续地坚持自我 在这条路上 你完全可以成为一个真正的女王 谢谢 最后就到了我们评选每一期的谈谈的时候了 你们觉得谁说的最好笑最有意义 给她投票 各位请投票 各位请投票 哪里会亮起来的呢 洛杰 李戴 震宇 池子 佩岑 朱孝天 和袁洪 投票 投票各位 只能有一个啊 获得票数最多的那位 就是本场的陈乔恩 你们觉得是谁 洛杰 洛杰 我跟你说 如果今天是洛杰 因为羞辱了一个人 而最后得到了陈乔恩 下棋 干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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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是洛杰 得了talking 下棋 我不主持 张老师 有一个成语 要搬起洛杰砸自己的脚 你看看你因为自己的雕虫小计笑的 来吧 各位 翻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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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是洛杰砸得到了本期的talking 我翻卡 我翻卡 各位 看结果 我翻卡 我翻卡 哦 那是 啊 Well 翻卡 我翻卡 大家能看出来我的维心吗 让我们祝福他们吧 恭喜 恭喜Rock 恭喜 说得非常好 每个人非常好 谢谢 谢谢 来 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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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你敢不敢言 来 敢言 来 绕 什么时候把这卡给落实一下 当时我说 好好 好好说 放心 好好说接着说 因为Rock是这样的 从脱口秀大会到上一季的吐槽大会 有的时候有机会在这个舞台上 有的时候一直默默地作为幕后的编剧 他给很多很多的明星 他给很多很多的明星写过很精彩的稿子 所以我想今天一方面是让Rock作为Hawking来发表感言 另外一方面也要让Rock代表我们吐槽大会节目 背后那么多优秀的默默无闻的编剧们来发言 来 我觉得我代表不了那么多编剧 我只能代表自己 但是我相信每一个人都是很享受这个舞台的 然后希望大家一直可以喜欢这里 对 我 好 谢谢大家 来 再次掌声送给Rock 来 同时也掌声送给我们场上的所有 给我们带来精彩的脱口秀表演的 这些优秀的嘉宾 来 各位请上舞台 来 来 来 三次非常谢谢乔宜 也谢谢所有的嘉宾 谢谢现场所有的观众朋友 还有一点想要告诉大家 就是大家可以通过这个腾讯微视短视频的APP 来参加吐槽大会 我们有一个接梗大赛 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TALK 还有机会出现在节目里 也希望大家继续关注吐槽大会 记住我们的口号对不对 吐槽大会 吐到你笑 谢谢各位 别走开 后面还有彩蛋 加油 好棒 本期微视接梗大赛优秀作品揭晓 这些年我们经常会被催婚 这个话题经常大家会聊到 是吧 我老爸的催婚方式很特别 经常爱拿一些老照片来跟我一起分享 女儿女儿 你看这种照片 你五岁 我们一起去公园玩 还有这张这张 五岁的时候 我们一起过生日 你知道我想跟你说什么吗 我们俩妇女关系很好 我们俩妇女关系很好 放屁 我想说的是 我在你这么到的时候 我女儿都五岁了 下期接梗大赛主题揭晓 这奥德涛主要是因为我 因为现场的观众想让我办卡 对 全靠他给我拉票 那是有分不开的联系关系吗 没有张老师就没有那张卡 你说你至于吗 绕 怎么想的呢 不就是办张卡吗 你不用追到这儿来 大胖娘们干这个吗 追这儿来 办 来 爸 这硬拉 今儿做一天 六十个 做多少 一天 来 慢慢做 办了卡就得练 这边要收缩 收缩 你这不行 再来六十个 做少了没效果 继续 继续 接着来 别歇 我试一下重量 就没用了 知道吗 我办了卡可以不来 我试一下重量 今天是我第一次上这种脱口秀的节目 我觉得挺开心的 老师 好 开心我能理解 但是咱们在这儿采访 你稍微控制一下 好吧 稍微控制一下 我知道 谢谢 不好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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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心目中的talking永远都是张绍刚老师 他太可爱了 在他身上很难讲明白的一种气质 就是雌雄同体阴阳合一 我觉得今天讲的最好的应该是陈乔文 我觉得他很大方也很可爱 不好意思 孙远老师 咱们马上就结束了 您再忍一忍 稍微忍一下一下 注意一下 我知道 我今天有点控制不住自己 不好意思 咱们再一次 非常棒 行云流水的幽默 而且是高智慧的聚集 如果很熟的话 我觉得互相吐槽还蛮有趣的 就是轻松随意地去相处 都说全英姐旺夫傻的 这怎么还没上热搜呢 对了 节目也录了 偶像剧也演了 这该传出一点什么新闻什么的 应该是 嗨 两位 嗨 全英姐 哎呀 标双自作流星雨 撒满天际 心肯然就只剩你帮在一起 这灿烂不一定要是 走走走走 哎呦 一块一块一块 走走走走走走走 这这会 这肯定可能 这发出去发出去 咱们点赞到时候 那我给你再互相转一下 咱们互相转一下 那弄上去 这肯定 这还能对不对 这肯定就火辣了 来 观众朋友啊 点个赞啊 点个赞啊 观众朋友啊 我本身 是蛮喜欢吐槽 身边最直接受害者就是我老婆 哈哈哈 你清晰一点 我俩不可能啊 你想什么呢 我们俩和这关系 你不知道吗 真是我们俩 无话可说 哈哈哈哈 我觉得吐槽大会真的很好玩 下次希望有机会还能再来 这老歌就是好听 对啊 就这句真真好 好唱的真好 唱的真好 啊 你唱啊 你觉得这歌词写得好 唱的也好 哎呦 就这句 就这句 就这一句 哎呀 哎呀 哎呦 听 哎呀 心坎里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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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两个别再放了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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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乔恩讲得很好 哎 被他吐我觉得非常的愉悦 老袁 今天我说的还行 还行 都有冒犯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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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好了 你们两个今天晚上表现得真好 哪有 你表现得也非常好 那当然啊 今天我是主角 吃点蛋糕 我跟你讲 这个蛋糕 我们家儿子好喜欢吃 好小 你们家是两个儿子 小的 一岁 最好玩的时候 今天不是应该在聊我吗 就你话多 心意是不是也快生了 在肚子里 在肚子里 恭喜 老袁 还在聊 你应该是我的好朋友 有几个好用的 我等一下找给你 你一定要买 然后是不是孕妇也要 侯佩岑 真的过分 孕妇后期小腿会很肿 你要记得叫她睡觉的时候 要记得倒着 脚要抬起来 脚要抬起来就还好 但是那个恢复会 就是其实挺不容易的 挺不容易的 生小孩真的是挺不容易的 接着聊 小孩都上大学了吧 接下来开娶媳妇了 来 来来来 剥个黄瓜片 继续继续 然后呢 聊到哪儿了 那个 不是 其实黄瓜也可以 黄瓜小孩喜欢吃嘛 对 黄瓜小朋友也很健康 有时候可以打成汁啊 多大可以吃啊 弄沙拉呀什么的 最好是一岁以后 没人了吧 现在真的没人了 我跟你讲 在这节目费死尽了 不停地被人打扰 想展示腹肌就被打断 想展示腹肌就被打断 就有人说我撒谎啊 你说我张若刚 因为一个腹肌撒谎 我直当的吗 有就是有 没人吧 各位 现在很清静 又到了我展示腹肌的时候了 来 三 二 一 大特写 就是很大很大的那种特写给腹肌 拍到了吧 是不是很大的大特写 清晰 准确 我看一眼 走吧 张老师 咱吃些消息啊 我辛辛苦苦练出马甲线 一顿没事 胖不了 少来这一套 我告诉你 为了对得起这个节目 为了对得起我的粉丝 就是把我饿死 也绝不可能吃一口 这真香 真的 真香 是 张老师您不是不吃吗 这 真香 确实 真香 出锅前 来 专门加了海天蚝油提鲜 能不香吗 嗯 男人都是大猪提鲜 我愿意 无论 平成还是富有 无论 对不起 导演 我愿意 无论 对不起 不好意思 邱恩 咱们这场是一场结婚的戏 对 咱们稍微开心一点 好不好 同样 热爱的脸 这么严肃 无法入戏 那这样 我有一个办法 我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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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论是贫穷还是富 不开心上微视真的有能力 多刷上微视 我都变开心了 对 他为了向我证明自己 连着看了一个礼拜 比干的电影 活生生的把自己 饶暴干死了 这么年轻 哎 可惜 上一集表现那么好 本来还想让他接着上 邹董 这是我的稿子 请你公布 但 我没听过完了 想开心 上微视 不仅没有一刷 二刷 三刷 微视短视频APP 独家冠名播出 有实力 残有发言权 本节目由行业领军者 瓜子二手车直卖网 联合赞助播出 谁说婚纱照都一样 伯爵旅拍更漂亮 感谢想去哪拍就去哪拍的 伯爵旅拍 特约赞助播出 做菜不用发愁 我有海添蚝油 感谢加一点就好鲜好鲜的 海添蚝油 特约赞助播出 看病找大夫就用好大夫 本节目由靠谱医疗APP 好大夫在线 赞助播出 选择陆签锁 年终更红火 感谢3800万人都在用的 专业理财APP 陆签锁的大力支持 吐槽别人没看够 11月6日期 每周二十二点 围观 腾讯视频会员版的 吐槽吐槽大会 第三集啊 看完没准 你也特别会说 做个用 大家好 我是仓都 这一季 我将带大家探班 吐槽大会的幕后班底 11月9日期 每周五幕后有槽点 腾讯视频 一定要看哦 来消处者联盟手游 PK吐槽大神 微博关注吐槽大会 官方微博 搜索和评吐槽 给你一个上吐槽大会的机会 用微博贴纸 给你的吐槽加点料 想做独立思考的吐槽青年 就上界面新闻 有问题上知乎 满满知识点一网打进 上百度APP 关注吐槽大会百家号 观看精彩内容 蓝天白云暴风雨 天气知识点在这里 全时总在你身边 感谢新浪微博 微博台网微博组议 腾讯娱乐 网易娱乐新浪娱乐 中国网360娱乐 腾讯新闻 赛克新闻购物团 见面新闻知乎 百家号Doki 超新外团 喜马拉雅 微博问答 微博超话 消除人联盟 QO概念 QO647 企鹅激光盒子 QO三国 以利娱乐 腾讯爱玩游戏中心 风云互动 海星有道云笔记 星辰变 对本节目的大理支持